您好我是昆仑流石 今天给您换换口 咱们继续聊一些古迹里的小故事 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地是哪呢 今天咱们说这个地啊 就是梁广路上的豹国寺 这豹国寺具体的位置啊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广安门内大街路北 始建于辽金时期 是湖北列统一中原以后 为了彰显开国而兴建的寺院之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 这豹国寺啊重启文化市场 以古壁有品联文化 徽装以及古玩玉器 而文明早就有啊 这周六潘家园周四豹国寺的说法 学徒我呀那会在这儿啊 也有个摊位 做点这个文玩古玩的小生意 那会儿啊我就听有人说 哎挺好的古寺院 这可惜了 怎么就沦落成市场了呢 要让我说呀 这些人可就老外了 这豹国寺作为市场 远比作为寺院要出名的多 其实啊早在这清代初年 豹国寺就成为了北京城最大的庙会 文化市场啊 它为什么说叫文化市场呢 因为这个地儿啊 专门的出售古董 以及古籍善本 并且呀 它又处在南城 这么一个好的地理位置上 怎么叫好的地理位置 因为这块呢 会馆多 会馆多呀 这踩这儿 驻足的橘子就多 所以呢 您别瞧啊 这个庙会是个市场 它可是一个文人气十足的市场 吸引了无数文人默客 驻足榴莲 也形成了豹国寺独特的文化祭奠 只可惜啊 康熙十八年的时候 北京城大地镇 这豹国寺啊 成了一片瓦砾 到了十九年重修 乾隆年间 这乾隆皇帝亲自给豹国寺提起了四名 正式改为大豹国慈人寺 到了一九零零年 这义和团在此设谈 招来了八国联军的炮火 这里又被夷为屏蔽 到了一九零八年 在张之洞的倡议下 全国有识之士多次捐款 又重修了豹国寺 其实啊 在那会儿以后啊 这里基本上就定位为古籍善本市场 一直持续到民国解放出 这些年啊 持续的市场管理部门啊 把这些文文摊又都清理了 我听说以后啊 还多少的有些失落 听说呀 在去年年底有这么个活动 叫做旧书新知读书报国 古旧书展 哎 旧在报国寺举行 并且听说呀 这种活动 每年还要拿出两个月来呀 作为常态持续下去 是哪两个月呢 就是每年的三月 每年的十月 每到周末都会举行 全国的古籍善本 古旧书籍展 您瞧 这不是个好事吗 我想啊 每到三月啊 十月啊 得机会的时候 您应该瞧瞧去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古迹故事 也算是咱们为这个文化产业 文化阵地呀 做做宣传 得嘞 咱们明儿见 嗯 这不办啊 可以